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您乖 觀眾朋友 你認得出 你知道我手上拿的這個 一顆一顆是什麼嗎 他們可不是木瓜 他們呢 你可能想像不到 是你從小吃到大的巧克力的果實 而且這樣的可可果呢 最後呢 日常生活就會做成 像這樣的可可豆 那可可豆最後才做成巧克力 今天的健康好生活 為什麼要講巧克力呢 因為醫學的研究 巧克力超厲害的 可以抗氧化 抗老化 可以抗癌 而且呢 可以降低血壓跟血脂 對現代人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養生健康食品 那為什麼長期我們老覺得 巧克力是高熱量 高油 高負擔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 一般觀眾朋友不知道的巧克力的故事呢 待會兒健康好生活都要跟觀眾朋友 一一來分享 今天陪我們一起分享的是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劉伯蘭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是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廚房料理的好朋友 亮萌師傅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的藝人好朋友 韋如 哈囉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廚房料理好朋友 潘瑋翔師傅 哈囉 大家好 好 再來是我們今天年輕的巧克力好朋友 哈囉 鍾明文 哈囉 大家好 好 素卿今天給觀眾朋友開開眼界 我手上這樣一顆一顆 看起來遠遠一看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是木瓜的 其實是可可果 那可可果常常做成可可豆之後呢 最後就可以做成巧克力 很多小朋友還真的熱愛巧克力 三餐 甜點或者吃麵包吃東西 都要巧克力口味 對 那原則上好的巧克力 真的是非常好的健康的食品啊 沒錯 可可一直以來有兩大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 我們一直以為可可或巧克力 應該是歐洲或美國來的 因為以前的親人 只要去美國或歐洲晚回來 一定要帶著伴手禮 就是什麼 就是巧克力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會覺得 可可應該是一個對牙齒很傷 很甜 很高熱量的食物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真的 這兩個都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可的故鄉最早 其實三千多年前呢 美洲人就有種植可可豆的經驗了 他們那個時候呢 主要他們喝的呢 其實是可可飲 他們把它當作一種 忌神用的那個能量飲料 而且裡面除了做成液體的可可飲 裡面還會加一些辣椒 或其他香味來的調味 然後他們認為這是充滿人料的飲料 但一直到大概15 16世紀的時候呢 是歐洲人他們才帶回了西班牙 可是那時候主要種植地 其實是在哪裡呢 是在西非 是在非洲 所以其實種的地方是非洲 起源地是美洲 歐洲只是後面 它是漁翁得利而已 大家就以為 原來歐洲應該是巧克力之香嗎 其實不是 另外呢 就包括巧克力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 最近幾年發現 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物 很多人都會說 茶很抗氧化物 對不對 可茶裡面的多酚 可能只有真的純可可豆裡面的 四分之一而已 很多人都覺得說 紅酒非常好啊 紅酒抗氧化 對不對 紅酒裡面這些抗氧化物 可能只有我們可可豆裡面的 三分之一 而且它裡面包括我們知道的多酚類啊 還有淚黃酮淚啊 黃碗唇淚 所以其實它非常非常多的抗氧化物 只要吃得對 巧克力可以抗癌 巧克力可以養生 巧克力還可以減重 真的厲害了 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紅素卿不是隨便亂扯的 這個真的有醫學根據的 對不對 我確定也沒有亂扯 對 哈哈哈 因為這個巧克力來講 剛剛講 黃酮 還有黃碗唇 多酚 這個在這個巧克力 這個巧克力果裡面都有 那事實上呢 他剛剛講抗氧化力都很強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為什麼老化會有一些癌症 或者是慢性疾病 就是自由基 那它裡面抗氧化力真的非常強 所以我們一個血管來講 我們很多自由基攻擊之後 血管會產生硬化 硬化怎麼樣就高血壓 它這裡面呢可以降 把我們這個自由基會降低 減少它血管的硬化 還有它會把我們的血壓會降百分之十 你不要看百分之十 好沒什麼了不起 一個150 說說要假成 降百分之十五 就到了135 就正常了 就趨勢正常 但是你要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醫生開降血壓 也不見得會降這麼多 好 那這是一個重點 還有它對 可以增加我們這個血中裡面的 叫液氧化氮濃度 會讓血管擴張 還有它可以讓我們的 胰島素敏感度會增加 怎麼樣 可以預防糖尿病 那裡面是怎樣 吃小巧克力會什麼 蛀牙 事實上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它裡面有單磷酸居然可以抑制 我們牙聚慢的形成 這個但是不能加糖 這是特別重點 那既然巧克力這麼好處 好處這麼多 我們常常愛吃零食 所以我介紹幾種 這個所謂的抗癌的 這種零食來講 第一名就黑巧克力 第二名毛豆 第三個開心果 第四個就蔓越莓肝 第五個全麥餅肝 第六個蜜草肝 我覺得大家如果說 看健康好生活的好朋友 在家真的想一邊看 一邊吃零嘴的話 自己的東西也拿出來 那黑巧克力來講 我們講抗癌是非常OK的 毛豆跟這個開心果 有白玉如醇 跟一些一黃銅 蔓越莓餅乾 跟全麥裡面有木質素 纖維都有 那蜜草肝 高亮的纖維 總而言之 巧克力來講 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它真的是對一個健康 非常養生 存巧克力是真的很好 好 像我手上這樣 一顆一顆的果實 它是巧克力的可可果 對不對 對 巧克力的可可可果 可可果要長成紅色 才成熟嗎 這兩個來講的話 是品種的不一樣 對 所以不是熟成度的不一樣 是只有品種的不同而已 那這樣的可可果 剖開來都是可可籽 可可豆嗎 對 來 我們剖看看 那我們就會這樣 它很厚很硬 因為我剛剛把它摔在地上 都摔不破 所以這是台灣種的嗎 對 這都是台灣自己生成的 對 台灣有種 你是種在哪邊 這個在屏東 好妙 把它打開 它果實好厚喔 它很像葡萄的感覺 有牽絲 牽絲 對 它的膠質很重 我怎麼會這樣 膠質好重喔 而且它裡面也太像釋迦了吧 你不要拿釋迦來裝喔 它吃起來有點像 真的嗎 但是更像另外一種水果 可以直接吃嗎 它是水果味 對 它熟的 因為它是果實嘛 以前這個墨西哥人 他們吃的就是果實跟果肉 對 它吃起來還有很像一種水果 很像那個泰國現在禁止 山竹 對 像山竹 只咬破的話會很苦 會很苦 但它裡面的種子是紫色的 紫色的耶 好苦喔 好苦 好漂亮 你不要看 那是紫色的 你們看 它的肉是白色的 但怎麼是苦的啊 可是我覺得它的肉是酸酸甜甜的水果 肉很像山竹 可是那裡面的紫真的超苦的 所以紫就是這個東西囉 對 種子那個 這個取出來之後要經過發酵 再經過水洗 那再經過日曬 那就會變成這樣乾豆 那這個的話是我們已經 有經過烘焙好的 對 那這個可以直接吃 真的喔 這個紫色的可以吃嗎 紫色可以吃 很酷啊 放心把它吞下去了 沒有 我是很好奇 你們 那要顧人在旁邊把果肉吃掉嗎 沒有沒有沒有 它發酵的時候 那個果肉就會脫離 對 它就自己會分離了 這烘焙過 腳第一口很像那個開心果 而且很像堅果 腳到後面是酸的 是苦的 會有苦的 對 可是這樣有點像我們在吃 那種美國甜杏仁那種的堅果 然後外型也長得很像 它殼是酥酥的 你多吃幾顆 這個的話 你吃的每一顆的風味都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會因為 發酵過嗎 可可果的品種不一樣 它影響了它豆子原來的味道 那這樣的巧克力 再做成這個提電出來的巧克力的製成 製品是不是 這個烘焙好了之後 經過研磨 精填之後 就會變成巧克力製品 一開始會變成這個 為什麼 因為巧克力 完全苦的 純的 就是這個磨出來就是變這個 這磨了為什麼 它是一塊一塊碎的 為什麼可以變成抹漿一樣的 它每一顆豆子裡面含有可可脂50% 它有脂肪 脂肪 對 好苦喔 剛剛醫生 這完全沒糖的 好苦 剛剛醫生有說到 這個脂肪 就是對人體的心血管 還有降血壓 好苦喔 這些都很好的功用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這個抗癌了 是這麼苦一定有原理 對啊 好苦喔 全世界苦的東西都抗癌 苦瓜也是啊 沒錯 難怪它加糖 因為小朋友一定受不了這麼苦 因為小朋友會受不了 會想說這什麼 這是要嗎 可是很苦欸 如果成年人來吃 我覺得它這個很好吃 很香 我以前吃 你們最怕吃苦嗎 這很苦欸 但它是有 它的苦味沒有那麼的強烈 它的苦是微 然後因為它有那種香味 酸味 所以它會把它平衡掉 對 我覺得你這個百分百 甚至比我以前吃的85 還要容易入口 是嗎 對 這個的話 其實它很順 對 而且它有香味還蠻香的 很好吃 怎樣 好苦喔 你在奔迷口水 因為好苦 可以吃一點有甜的 有甜的是什麼 我們來吃75的看看 85跟75% 75比較甜 75%表示說我巧克力75對不對 對 那另外是什麼 糖 對 這就有加了糖 所以它就會有微甜了 對 它就有微甜了 對 它就有微甜了 比較甜的 對啊 這就有甜的 不過這也比較好吃 這其實自己做的感覺 味道比較純厚 不像四豆那個 有一些吃的味道 對 四豆有一些那種不是很純的 對 好吃 吃過百分百 突然間覺得70幾的 已經好吃到這種低度 因為以前如果都吃很甜的 吃70幾又覺得 唉唷 有一點點苦 現在吃這個 怎麼這麼好吃 真的 那韋如平常都會買哪一類的巧克力 像我平常啊 都會吃這種有加堅果的 然後會比較甜一些些 然後會是這一種 那我覺得大家最常騙小孩子 就是買這個 它真的很甜 但是你就可以吃到那個熱量的感覺 就是很舒服 因為很甜 但是我還是會吃一些健康的 像是這幾個 都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你看 巴數比較高的 85%的 然後這種黑巧克力 日本的這種品牌都還滿有名的 然後會像是這個 那種美國兄弟的 美國兄弟的 美國兄弟有小朋友的 對 這個大家一定會吃 或者是這種裡面有加餡的 它這是加一些櫻桃餡的 在裡面 這都還滿常見的 而且我發現吃巧克力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地方 像有時候女生驚奇比較不順的時候 我吃巧克力或是喝熱巧克力 我那馬上大量的排出來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就是說 包括那個 它可可鹼的成分 然後還有一些 他們說很奇妙 就是說它明明沒有蛋白質 可是它就會調節我們一些血清素的東西 真的喔 他們認為它可能會去 在抑制某些其他的蛋白質的 氨基酸的表現 然後達到一些就是 調整神經傳導物質 所以讓你覺得放鬆 舒服 然後並且有一些調節的作用 對 好 那我們的明文聽說 你們也做這樣的生巧克力 對 這個也是MIT台灣做的 對 你去屏東帶進巧克力 昆丁 昆丁啊 昆丁是應該在滑浪 沖浪 對啊 昆丁可以種這樣的巧克力樹 可以 很適合 很適合 今天我們明文 大老遠從墾丁搬來這一棵 這一棵聽說叫做巧克力可可苗 對 那是可可的苗 苗是小朋友的意思嗎 對 小朋友的意思 那它長到多大 才可以長成這種果實出來 一般來講 它大概種兩到三年 就會結果實了 而且可可其實 果樹要很高吧 沒有 可可是乃滋 那已經是乃滋 真的假的 真的喔 它其實也沒有到很高 那它一年收幾次 沒有分季節都會生 對 所以在台灣這些年來 你們在屏東就投入這樣的 巧克力的經營這樣子 對 所以就從種植到提煉 到生產 那到這個生巧克力 再給大家吃吃看 其實生巧克力最近幾年很流行 那主要應該是說 從日本風行回來 因為生這個字 其實大家一定覺得說 生巧克力的意思是沒煮過嗎 因為生其實就跟我們生啤酒 叫生米乳一樣 那生的意思其實在於說 它沒有經過再經過溫度的調節 讓它凌結成塊 所以它會變成相對的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這個感覺是高級的法式甜點 那是橘子皮對不對 這是橘子皮的絲 橘皮絲 這跟那個餅乾好像 是 可是餅乾裡頭是餅乾 它裡頭是橘皮麥 有一些法式甜點 不是好像會 會這樣子沾巧克力吃 就變成橘子巧克力了 對 好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 用橘皮更好吃 對 因為橘皮那個味道更足 很強烈 你不要吃到那種 假的橘子的味道 因為它真的就是十足的橘子香味 而且它有一點點橘香 它那個酸香味去平衡巧克力的濃稠 好好吃耶 好吃 而且你知道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一般的那種 像法式甜點綠 它有多貴 對 這樣一個大概就要四百塊了 對 那個明白分之下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你一直拿著 放回來 我一直拿著 這個更特別 我們明武厲害了 對 這個更特別 等一下這是屏東吃法嗎 那大家跟我講 你找包一種東西 所以我會有衝浪的感覺 來 屏東吃法 屏東吃法 吃進去第一口 你會有那種杏仁的香味 對 如果在西方 你會發現它夾的餡料比較多 比如說可能是一些卡瑟達醬 但是呢 都比不上我們台灣這個 我覺得這是台客樂愛的口 好吃 來 屏東吃法 屏東吃法 超平衡嗎 會有更屏東的感覺 真的嗎 怎樣 這屏東在地台客吃法 對 這是我們用的屏東 很有名的 而且是 尤其是南部 恆春半島很有名的 叫做鹹蛋 對啦 我想說奇怪 這個味道好熟悉 可是又跟巧克力混在一起 你有才 我跟你講 這好吃 好吃 甜甜甜的 對 鮮甜甜甜的 因為如果在西方 你會發現它夾的餡料比較多 比如說可能是一些卡士達醬 或者一些比較creamy的酒醬 或者是那個甚至有一些軟的牛奶醬 但是呢 都比不上我們台灣這個鹹蛋黃醬 對 而且通常鹹蛋黃 對 這鹹蛋黃醬吃進去第一口 你會有那種杏仁的香味 對 很奇妙 那種蛋黃的油香 然後跟那個巧克力貨在一起 就是杏仁的味道 你說到的重點 我覺得它用鹹蛋黃有才 就是因為鹹蛋黃其實含油量不低 對 所以它剛好可以跟那個可可脂 這個它就相融為一體 然後入口即化 然後那個鹹味又不會太超過 又不會太超過 所以變成很像 我知道了 大家想說 巧克力口味的流沙包 真的 對 我覺得這是台客樂愛的口味 好吃 好油喔 好油喔 超好台客喔 鹹蛋的話就只有取裡面的蛋黃而已 對 好 謝謝明文從屏東 帶來這麼棒的巧克力 謝謝 好 今天現在韋汝要跟觀眾朋友 分享一個巧克力香蕉鬆餅 是的 因為這很人好騙小孩 然後這種鬆餅粉其實到處都可以買 就用最簡單的方式 可以讓小朋友吃到健康的巧克力 厲害 對 然後我選鬆餅粉 那這時候我就會加一些可可粉 因為畢竟它是粉類 所以我大概加個兩匙左右 好 加比較純的可可粉 對 讓那個顏色比較漂亮一點 就小朋友會愛的 然後我打一顆蛋進去 好 這個鬆餅粉大概有 一兩百公克嗎 大概一百五十克 好 對 一百五十克配上的是一顆蛋 然後大概兩匙的巧克力粉 對 然後因為我們要吃健康一點 所以我加牛奶來稀釋它 我懂 那你這樣子做的鬆餅 薄餅 小朋友可以吃到比較多健康的營養素 對 然後又可以讓他吃到巧克力 就至少可以騙過一下下 你們家兒子熱愛巧克力嗎 熱愛巧克力跟草莓 對 我懂 所以他所有的東西都要巧克力 或草莓口味 對 他都會挑 讓他吃麵包也會挑這兩個口味 對 而且麵包裡面 他一定要有那種咬下去有內餡的那種 我完全可以理解 對 可是巧克力長期被污名化 剛剛劉醫師講 那真的是高油 高糖 是因為我們在市面上吃到的 很多時候 他可可的純度並不高 可是他可能添加很多別的油脂 那些油脂搞不好都再製過 然後他搞不好又加一大堆糖 那小朋友吃到甜味 到最後他吃不到可可 他吃到的都是糖 都糖 所以我們剛剛講 其實我們吃到之後 從這邊一百個人 大家覺得很難吃 可是那個是最健康的 要是我會每天吃那兩片 真的 好吃的苦中苦 會為人喪人 你看85% 75% 再下去之後 糖 油 奶 有些反式脂肪 更糟糕 其實我們講的白巧克力 更不要巧克力 白巧克力簡直是奶跟油的混在一起 那個吃起來是最糟糕的食物 所以真正要吃就是黑巧克力 純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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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巧越高越好 對 當然 抗氧化的最好了 對 好 我大概瞧到就是有一點像醬糊 但是又沒有到很稀的那個狀況 因為它待會下去的時候 它才會自己這樣化開來 所以那個水分你到最後面的時候 你要是一慢慢調慢慢調 我給鏡頭拍一下 這個黑色的巧克力的麵糊 它是有點像這樣子 質感這樣 其實有點像芝麻醬的質感 對 對不對 黑黑的一坨 大概這個程度 因為放下去它自己就會散開 我就覺得用平底鍋煎 它其實就可以有形狀 好 巧克力真的是個很妙的東西 大多數的小孩都討厭黑色的東西 對 可是看到黑色的巧克力 一點都不討厭 對 因為他們的經驗值告訴他們 那個東西很甜很好吃 所以小孩的好物是來自於經驗值 對 我懂了 味蕾啦 味蕾在養成 因為大多數的小孩 你拿一坨黑黑的給他 他會說這是什麼鬼東西 沒錯 對不對 大多數的小孩喜歡的是 非常顏色的 非常繽紛的 好 那味蕾就記入巧克力的東西 跟滋味 所以難怪在非洲 在拉丁美洲 巧克力是黑金 沒錯 這也是他們重要的經濟作物 對 我們韋如把麵糊 直接取一個平底鍋下去 然後稍微把它磨平 有一點點要乾烤 那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聽說嘴唐吃巧克力 竟然有助於減重 到底為什麼 是吃純不加糖的就減重嗎 對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東西 講這個實驗 大家不要誤會 不要什麼75% 50%的 他那個實驗室 他們國外做的實驗 他們這個在肚子餓的時候 給他聞到巧克力香味 吃個兩到三片的黑巧克力片 你知道他這個吃下去之後呢 我們血清中的這個 生長激素會慢慢降低 這個時候你食慾沒那麼強烈 但是不要忘了 如果你吃的加糖的 那種甜的巧克力 那食慾是 有時候熱量特別高 雖然我們講 其實巧克力來講 大概每100克裡面 含有500到 將近550大卡的熱量 蠻高的 但你不可能吃這麼多 那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是用黑巧克力 在飯前吃幾片的話 你大概慢慢的 等到5到10分 再去吃飯的時候你的食慾會被抑制 你看到像法國來講 他們消耗巧克力的 這個是全世界 這個是算前面的 結果你看有法國矛盾 他們吃很多的紅肉 他們有人講是因為紅酒的關係 橄欖的關係 事實上法國也是很喜歡吃黑巧克力的 比如到法國裡有人就知道 他們有時候 他們喜歡 特別喜歡濃度100%的黑巧克力 所以應該是跟它裡面的多酚跟黃碗酥 可以降這些 這個擋固醇跟改善 這個自由基對身體的破壞 都會有關係 韋如順便同一時間 還切了香蕉片 切起來 然後我今天有一個秘密武器 什麼秘密武器 花生醬 因為一般巧克力已經夠濃郁了對不對 為什麼還要再加花生 因為你會發現 花生跟香蕉吃起來那個口感 再跟巧克力搭在一起會更濃 會讓巧克力那個強烈感更壯擊 對 這個是某個名店的配方嘛 是 沒有這以前是俗稱的那個貓王山明治 一定要有的 因為據說有一天是貓王在家裡有沒有 隨便混一混拿來吃 後來發現這真是好吃到爆炸 對 好 那這個再問一下劉醫師 巧克力聽說還有藥用的價值 對啊 其實一般我們這樣的 就是說如果說你有輕微的高血壓 你有輕微膽固醇膏 那這個我們試用黑巧克力來講的話 它是可以把我們這個血壓 它會下降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講 其實這個小朋友是怕他蛀牙什麼的 那一般我們剛剛講過 巧克力沒有是單磷酸嘛 它這個對這個牙菌斑的形成 預防蛀牙是有點幫助 不過特別強調就是說 可能要用盡量糖要稍微少一點 不過我們現在因為 大家小朋友從小開始 味蕾就有這個吃甜的習慣 所以就像我記得秋香講 秋香講說他們家小孩子 孫子從小就是給他用比較健康的食材 所以我這邊呼籲健康好生活的好朋友 如果你們家的小孩子還很小的時候 從小給他養成一個非常健康的飲食習慣 譬如說當然我不是叫吃100%的 但是也許85%他要吃一吃 他的口味養成習慣之後 他就不會吃太甜的 這樣對著小朋友來講是OK 可是我們如剛剛這個鬆餅是沒有加糖的 沒有加糖 那就是鬆餅加上巧克力的可可粉 所以這一個鬆餅的滋味就是可可粉 巧克力的滋味 可是他沒有甜分 所以你需要借重香蕉的甜分 對 然後還有花生醬去給他撞擊出來就有那個味道 然後給他這個有滋味 因為花生醬本身就有一點鹹鹹的 所以你只要有一點點甜味 他會那個口感會倍增 我們如如的烘餅快好了 好 我在旁邊讓他敬一下 所以另一面就是巧克力的那個顏色 對 很漂亮 有點像我們在做那個可麗餅 對 可麗餅的那個顏色 所以就在家自己做 跟小朋友一起做 然後你最後把他的鬆餅 在包這一個材料的時候就很開心 對 然後他其實除了加香蕉之外 像我剛剛加花生醬 其實美國人很愛用花生醬加蘋果 對 那吃起來味道也很好吃 所以你也可以把香蕉換成蘋果 對 或者是草莓也可以加進去 對 這個季節是草莓季的 對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子的鬆餅 給小朋友加新鮮的草莓 那也相對營養健康 是 對 好 那這樣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囉 哇 韋茹的香蕉巧克力鬆餅 很好吃耶 它的香蕉甜味就夠了 對 所以你這個鬆餅 真的不需要額外加糖 對 可是它吃得到層次跟口感 因為還有花生醬在裡面 難怪你們小孩喜歡這個滋味 像我們以前有時候煎的時候 會加一點那個無菸奶油 然後下去提香氣 可是它可可本身就有一點油脂 對 所以它正好就不用用額外的油 我們就可以提它的香味 真的 而且老師說這三個合在一起 就所謂的不敗組合 就是連沈韋茹做了 也不會失敗的組合 稱之為不敗組合 你在家裡一定能夠成功複製 而且它有另外的好處是什麼 其實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巧克力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抗癌 降血壓的好處之外 女生吃巧克力還有個特別的好處 不要看起來黑黑的 它可以幫助你防曬美白 真的假的 因為以前我們只知道說 如果是黃綠色的黃色或紅色的蔬果 因為裡面有Beta胡蘿蔔素 我們發現說 它可以增加你皮膚的防曬能力 可是我們巧克力裡面 我們剛才提到的 它有一些類黃瞳 還有多分類的東西 它一樣可以幫助你的皮膚抗曬 所以它可以幫你美白 讓它即使曬了也不會那麼容易受傷 不會那麼容易黑 所以劉醫師 小朋友熱愛巧克力的甜點 跟這個淋嘴 或者下午茶的韋茹 這個配方 就是相對健康多了 其實你看2007有個研究發表在神經學期刊 他們把兩組人 一組就給他用巧克力 給他黑巧克力吃了 另外一組就沒有 然後他們來做他們一個致詞的 就是記憶單字 然後看圖卡記憶來做這個測試 就發現吃了巧克力 這一組他們機力增加了 為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跟他的 剛剛講類黃瞳黃碗醇來講 他有抗氧化抗自由基 他對腦部的血管的循環會增加 對我們腦部的這個自由基 影響腦部的斑塊會清除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適量的給小朋友 吃一點巧克力 可額粉這些做的一些甜點 對他們記憶應該是有幫助 這樣變成小朋友要讀書考試的 他搞不好吃純度高的巧克力當宵夜 或者邊唸書有些小朋友唸書真的壓力很大 真的要領嘴 這個搞不好科學上幫助他讀書的效果 跟記憶力的效果 對我特別強調就是盡量要不要加糖太多的 那他特別小心還有遷到半摔期的問題 有些如果很小的小朋友吃太多 這個咖啡含有的殼粉的話 有時候晚上會興奮會睡不著覺 反正就是睡不好 隔天唸書期就會更不好 好那第二次潘潘也要分享 一個巧克力的名菜 對 因為大家其實都常吃巧克力 那其實剛剛孫姐有講 其實在墨西哥的時候 他們其實把巧克力 其實他們是神的食物 他們其實都是把他當成一個很神聖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他們有一個莫類 他們有一個莫類的醬汁 莫類醬汁 那其實他就是以巧克力當基底 不過其實在當地他吃的是比較辣的 他吃的是比較辣 他可能會有很多乾辣椒 很多種的辛香料去做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準備的呢 就是像我們常見的洋蔥 就是在家裡都可以取得 好像出頭 對 那辣粉的部分 我們就用乾辣椒粉跟匈牙利紅椒粉 一個比較辣一個就不辣 那其實這個口味呢 就要見人見智 因為其實大家會常常對巧克力 存留在一個甜點的印象當中 那有時候好像吃鹹的 好像覺得怪怪的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那首先呢我們準備這個是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 巧克力紅酒燉雞 這個是墨西哥名菜 對 我們這邊準備的呢 其實他們應該就是說那個醬汁 那個莫類 那個醬汁在墨西哥其實很常見 那他是用巧克力做的 那我們今天用雞肉的做法來做 那很多人也是會做成烤雞 對 甚至是有的人會更跳痛的去燉魚 用巧克力去燉魚 對 好 所以我們準備的是雞胸肉 把它切塊嗎 這是雞腿肉 雞腿肉把它切塊 可是我們有保留住雞皮 對 我留住雞皮 因為我不加其他的油脂 好 那我鹽巴胡椒醃一醃 好 所以我們就用雞肉的雞皮 跟原汁原味的雞油 直接來做這一道料理的烹調用油 沒錯 那這個前置作業之後 醃一點鹽巴跟黑胡椒 對 其實現在的就是把鍋子燒熱 把這雞肉下去煎 然後萃取這個雞肉本身的油脂 OK 然後其實在西方國家 其實他們很多都喜歡吃的 很像那個肉派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可能會用雞胸肉 或者是用其他一些芹類的肉 但他們會把它燉到爛爛的 好像變成巧克力抹醬了 鹹的巧克力抹醬了 OK 那我們就把雞肉的皮把它煎香 而且像大家其實做菜 其實它很簡單 我們這樣子利用它萃取的油脂 你就不用擔心 你待會兒攝取的油量是太多 或是太少 因為完完全全都在這個食物裡面 OK 那這個鍋子一定要熱 才能夠把這個油給炸出來 還有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用的是 巧克力跟一些辛香料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要去做的時候 這個焦香的味道 大部分口味重的 就適合跟口味重的 所以你把它煎過之後 如果這只是一個水煮雞排 它可能配巧克力 你就會覺得它味道太強烈了 這雞腿的油真的好多 有對不對 雞腿皮真的皮下質比較厚 對啊 完全都沒有下任何的油 雞胸肉的肉跟皮那個部位 油真的比較少 真的 真的少很多 這油脂其實滿多的 另外把它... 你看... 可以瀝出這麼多油 這油是可以把它瀝出來 好多油 而且它的雞皮變焦香了 對 所以我覺得要給小朋友吃的 這也是比較健康 有些小朋友是喜歡炸雞 那個脆脆的雞皮 可是你現在直接用煎的 油都把它除掉了 而且又通冷效果 可是皮還維持脆脆的口感 對 而且如果其實你是自己在家裡做 你買好一點的雞 你在那個鍋裡面 放一點點紅蔥頭或是蒜頭 你就下一次就可以拿這個來炒菜 對 而且就不用擔心 所以你看炸雞的熱量有多高 很高 它光是只是把雞皮跟雞油煎出來 都可以炸出這麼多油 對 好... 所以我們把它煎到金黃酥脆之後呢 我們現在把雞肉丟一邊 我們來做一鍋料理 好... 那我們這邊放的是洋蔥 好... 洋蔥... 我們下了一小碗的洋蔥丁 放一小碗洋蔥丁 好... 然後還有我們的紅蔥頭跟蒜頭 蒜末跟紅蔥末 對 我們把它丟下來 立刻香 對 我覺得那個油熱 遇到洋蔥跟紅蔥頭跟蒜頭 真的就是香香 對 好香 而且這個其實一定要炒香 因為其實不能偷懶 這洋蔥其實要炒到有點焦黃焦黃 它是最好吃的 香料如果不香 怎麼還叫香料呢 對啊 所以他一定要把它炒到有點焦黃 洋蔥好香喔 洋蔥味道已經出來了 好... 那這時候我們加入我們的這個是 匈牙利紅椒粉跟我的辣椒粉 匈牙利紅椒粉也是這個金玉其外 然後沒有辣味 沒有什麼辣味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想了解什麼 應該說它是一個虛有其妙 虛張聲勢的辣椒 虛張聲勢的香料 好 這邊我們有點豆蔻粉 因為其實在墨西他們本地 他們的那個香料其實下得很重 豆蔻粉 對 豆蔻是不是有時候聞起來 會有一點絞臭耶 有一點點 可是其實豆蔻跟脂肪很合 像我們是做馬鈴薯泥 撒了豆蔻粉味道就出不來 真的喔 對 真的 其實像亮姆老師講的沒錯 像豆蔻粉的使用 它只要一點點就好了 其實像卡布基諾 它就會撒一點點豆蔻粉 因為它有乳籽 然後乳籽只要比如說你做馬鈴薯泥 或者做南瓜湯 只要撒一點豆蔻粉 它就可以帶出乳籽的清香 好 我們把它炒香 好香喔 炒香之後呢 我們有番茄 這是新鮮番茄 那當然你可以用番茄糊 好 那我們用新鮮番茄 稍微把它切片也都OK了 對 稍微把它炒香 好 炒香之後呢 我們來下一下紅酒 而且我們小潘潘借用的 就是剛剛的雞肉的油份 沒有再額外加油了 沒有再加額外的一滴油 家裡頭如果 Christmas開Party 剩下的紅酒 可以留一小桌 又可以丟下來 紅酒丟下來 那這個酒呢 酒精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直在做一個收汁的動作 因為這紅酒它一定要被它蒸發 好 不然它裡面的那個酒石酸 會在裡面造成酸氣 你待會兒的東西可能就會太酸了 OK 對 所以我觀察到 你並沒有蓋鍋蓋 我不用蓋鍋蓋 因為它那個酒氣要讓它燒出來 對 把它燒出來 其實我更年期之後 因為我們磁激素下降了 我們的血管容易阻塞 會哽塞 那這個巧克力裡面的類黃桶 它可以抑制我們腦哽塞的情況 每天適當吃一點巧克力 黑巧克力的朋友來講 它可以降低20%的這個中風的機會 另外一個部分是 它對失智症也有100%左右 真的喔 好 像這個紅蘿蔔 它比較難熟的呢 我們趕快把它丟下來 好 我們把它切冰一樣下 對 這真的一鍋入魂 沒錯 對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當派對菜 對 而且你想想看 我們派回家已經把那種 主要浪漫的元素都煮進去了 從紅酒到巧克力 你只要記得擺上一朵玫瑰花就好了 有沒有覺得這個 是不是 情三節吹情餐 是不是 巧克力跟紅酒真的吹情嗎 第一種叫做氣氛的連結 因為有些心理學覺得它會讓你放鬆 所以你會比較有比較其他的聯想 那第二個呢 如果要說它的好處是因為 巧克力有部分的成分它會讓你的血管放鬆 血管放鬆你知道某一種東西叫做微擦缸 它也是讓你的血管放鬆 可是微擦缸是讓全身的血管都鬆 還是 關鍵部位鬆 其實幾乎都會鬆 真的喔 對 所以微擦缸吃完全身的血管都會影響 所以有些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不一定 他如果再吃那個 他不一定能吃的人 還有流鼻血 吃流鼻血 OK 因為全身的血管都鬆了 都鬆了 流鼻血 那該鬆了 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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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鬆的地方不鬆 不該鬆的地方流鼻血了 好 流完鼻血之後呢 我們下一點點黑糖 好好 丟一點的黑糖下來 好好 補一下就對了 一點點黑糖 因為顏色比較接近 那這比較特別的我們要加鳳梨汁 我們除了軟化肉質之外 等一下鳳梨跟我們的巧克力做結合的時候 它有另外一層的風味 好 鳳梨因為有酵素喔 所以鳳梨有的時候放在燉肉裡頭 它替代了醋 可是它有融合跟軟化那一個肉類的功能 那我們一樣都把它燒製好之後呢 然後這邊有一些 你在家裡輪我連有自己的雞肉 就是像雞高湯也可以 那這個是熬得比較久的雞高湯 烤過的骨頭雞高湯已經結凍了 因為有很多膠質 你這隻雞也是南美洲來的吧 怎麼那麼黑 沒有啦 沒有啦 這個這麼黑是因為它被烤過 對 因為我看它資料是台灣雞 對 所以這個是盼盼 盼盼剩下的高湯就對了 就等於說家裡頭現成的高通 可以增添它的風味 對 有沒有覺得其實這個醬汁 它就已經很厲害 最大的主角還沒下來對不對 有的人呢 他可以在一開始就丟 然後但是呢 有的人會害怕那個巧克力的味道 所以我待會要起鍋之前 我再把巧克力呢 這是七十五趴巧克力 因為我怕大家覺得太苦 所以我用七十五趴 那如果你喜歡巧克力風味很濃厚的人 你就可以用百分之百的下去 把它拌一拌就好 對 那要稍微燉一下 丟多少在看個人喜好 如果說你喜歡巧克力味道 其實丟多一點沒關係 只是說可能要看你習不習慣吃鹹的巧克力 好 那我們讓它燉一下 這還是要讓它稍微收汁一下 真的在台灣我們吃巧克力都跟甜相關 好像沒有跟鹹相關的 對 好 那這個呢 其實它如果是傳統的 它會更辣一點點 那我們今天是用匈牙利紅椒粉 它的辣度都不夠 如果你在家裡喜歡辣一點 你可以用生辣椒下去炒也是OK的 好 最後呢我們把主角巧克力丟下來 好 丟一點下來 對 丟一點下來 可是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們現在在燉咖哩 對 會以為是紅咖哩 現在轉台正在看節目的觀眾朋友 這不是咖哩 OK 之後呢這樣我們把它拌合就可以了 那像這個巧克力燉機好了之後啊 你就可以搭配比如說像優格 那你可以像我今天有準備 對 像我今天有準備這個墨西哥烤餅 那你就可以說 比如說放一片生菜啊 然後放一個優格 然後放一個這個巧克力燉機 我們請光姐吃吃看好了 欸 它現在的香味層次不一樣 它丟了巧克力之後 它冒出來另外一種巧克力香 對 對 對 很妙欸 而且它的顏色深到 很像人家紅酒燉牛肉的一樣 對 可以吃吃看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哇 我們攀攀的 巧克力紅酒燉機喔 大成功欸 應該是一個很妙的滋味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今天的巧克力 真的味道太好了 所以其實可以再稍微少一點點 對 如果說像現在的一個樣子的話 它其實味道是很濃郁的 那可以再建議 就是大家再加一點點優格 或者香菜 那喜歡吃辣的人 你就把辣椒多加一點點 欸 匈牙利辣椒跟巧克力好搭喔 對 這個壽司是很好吃的 而且配飯也很棒欸 對啊 配這個餅就超好吃的 有點像在沾那個醬一樣 風情不一樣 我覺得 我看踢足球有沒有 踢足球就要吃這個 它這個沾這個醬啊 用這個餅沾這個醬很好吃 很好吃 就是一般如果說 你把它當成甜的醬 就是用純巧克力搭這個 你就覺得太甜了 沒有風味 可是這個呢 因為這樣做之後 巧克力的甜味是完全醬很低 因為它的甜其實是蔬菜的甜 可是它是巧克力的香味還在 然後又融合一些 你的雞高湯的那個鮮味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微甜 然後很鮮 然後剛好跟這個餅很配的 我覺得可以這樣吃欸 對 而且我覺得 潘今天示範的配方很棒 然後喜歡辣的辣椒可以下多一點 對 然後如果是小朋友 或者女孩子吃的 這個口味剛好 對 所以我覺得看人怎麼吃 不過劉醫師請教一下 聽說每天吃一點黑巧克力 可以降低女生的中風的機率啊 對 這個是發表在美國醫學期間 有一個瑞典的一個營養器的 叫他們做的實驗 他們後來統計過 大概在從五十歲到八十五歲的 這個婦女來講 他們統計三萬三千個女的 女的這個患者 就發現每天吃 適當吃一點巧克力 黑巧克力的這個朋友來講 他可以降低百分二十的 這個中風的機會 你不要小看這個百分二十不得了 那一般我們在 停經過更年期之後 因為我們磁激素下降了 我們的血管容易阻塞 會梗塞 那這個巧克力變得類黃銅 它可以這個抑制 我們腦梗塞的情況 我剛之前也提過 所以這對更年期後的婦女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然後而且它這可以降低我們的血壓 因此可以降低我們這個腦中風的機會 像小潘這裡面 就是說我們常說 這個肌肉用來做點這個薑黃粉 也不錯 但是加點這個巧克力粉 大家可以試試看 而且聽說男人吃也非常好 沒錯 當然你也會以為說 難道只對女生有降低 心臟病跟中風的機率 其實不只的 他們發現了 而且是劍巧大學 他們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規律的吃這種黑巧克力 其實對男生來講 也一樣 他們總共可以降低 三分之一的心臟病跟中風的機率 所以其實非常好用的 因為你想想看 你能把血壓降下來 然後它裡面好的油脂 讓你的油的膽固醇變好 你這樣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心血管保護作用 另外一個部分是 它對失智症也有預防作用 真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 不分男女都可以來一點好的巧克力 好 那接下來 亮萌也要分享 很多時候甜點 也可以藉由自己家裡頭的食材 跟麵包跟巧克力一起來做 對 因為單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好像滿口的可能會有一點膩 吃不多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拿來做一下 活用跟運用 那其實家裡假如常 有些吐司麵包 或者是法國麵包 你可能吃了隔天 你會發現說好像有點乾 不適合直接吃了 其實來做這個甜點 就是非常棒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做麵包布丁 就等於把你沒吃完的麵包做布丁 又可以騙你們家小孩 你又可以削冰箱褲 對 削冰箱 對 好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先把我們的那個蛋液 就是布丁蛋液先把它做起來 很簡單的 就放了一點糖 放一點點的糖 然後加入牛奶 牛奶 這個也是牛奶 對 然後加入蛋 雞蛋 這就是冰箱裡面 幾乎家裡都會有的 然後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樣子給它拌勻了之後呢 這很容易了 因為我們裡面有液體 所以蛋就很容易混圓 混圓之後 你就先放旁邊的準備 然後我們拿入一點點的奶油 這個是一般的還是無鹽奶油 對 無鹽奶油 一般無鹽奶油就可以了 裡面的杯圓稍微抹一下 那我們把表皮抹好之後呢 我們就很簡單的 可以開始來處理我們的麵包了 所以我們準備幾個布丁中 然後讓它這個內部抹一點奶油 就OK了 至於麵包自己有隨意嗎 對 隨意切 所以今天亮萌示範的是法國麵包 對 那家裡頭吃剩的吐司 跟其他麵包都OK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把我們麵包 稍微的剝一點點 讓它有一點點的縫隙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大部分的巧克力 除非有些特別的烘焙巧克力 它是不會 比較不會融化 烤一烤之後還會整塊了 可是都比較有一點添加 因為自然巧克力 本來預熱就會融化 那我們怕它完全沉入在底部的話 就容易焦化 所以我們就把它稍微的稍微剝一下 然後讓它有一點點 好像可以卡住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隨意的放入一點巧克力 但是我們說我們的布丁 已經有一點甜了 多了我們畫龍點睛就夠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說 優質的甜點 蔓越莓 我們再把它加進來 所以等於家裡頭 比方說葡萄乾也可以 就等於是果乾來豐富它的滋味 沒錯 然後還有果肉粥的 辣椒 那我感覺現在是草莓季了 放草莓也OK 你們家兒子要是吃一個甜點 把巧克力跟草莓 撞在一起 把兩個最愛融合在一起 它愛死了 然後像我們今天很幸運的 有些核果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撥在裡面 增添它的風味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家裡頭的堅果也可以嗎 對 用堅果就可以了 這個是要增加堅果的風味跟口感 因為畢竟布丁吃起來就是軟軟的 那其實我們剛剛的葡萄乾烤起來 葡萄的那個蔓越莓乾也會有口感 但是藍莓可能烤了之後就會軟化掉 所以吃起來就滿口糊糊的 就比較沒有層次 所以有點合果 就咬起來會有香脆的感覺 好 那我們剛剛的布丁的這個壽司 就可以讓它來 就把它淋上去 這樣真的很簡單 好簡單喔 所以冰箱真的有這些 就可以放這些 而且你各種季節 可以搭配不同的水果 沒錯 而且這個吃冷的吃熱都好吃 我感覺像最近 柑橘柳丁出來了 它如果是柑橘柳丁切丁 那也會很好吃 是另外的風味 那你把它加進來之後 它的麵包就會吸飽了 我們的剛剛的蛋液 布丁的這個蛋液 對 那我們就可以放進去烤箱烤了 好 那烤箱烤完了之後呢 我們大概是二十分鐘的時間 二十分鐘什麼樣的溫度 兩百度 哇 好厲害喔 這個是我常常在高級甜點店 看到吃到 原來這麼簡單 對 就很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就說 小朋友喜歡草莓 對 正好又是季節 為什麼不給他吃 當然要給他吃啊 真的 所以我們就把草莓 把它加上來 是不是 這是你們家兒子的罪 最愛啊 什麼香甜味都有了 把他的愛集中在一中 對 沒錯 而且草莓這個事情 真的讓人家覺得很難理解 你知道一切上草莓 又覺得整個視野都會變粉紅 真的 然後我們要增加它的香甜 又怕說太over的話 我們甜菊就可以加一點進來 甜菊 對 然後吃的本身就有香香甜甜的感覺 可是這個季節不吃草莓 真的對不起 然後你巧克力喜歡吃再多一點的 其實在這上面 你擠上巧克力醬 也是一種加分的效果 哇 好厲害喔 這樣就很簡單了 但是我們只有甜點而已 不太夠 對 大家都想要喝一點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巧克力到底 好 楊蒙今天厲害了 好 我們就用了濃縮咖啡 那我們用摩卡壺煮了咖啡 那家裡現在都有咖啡機 對 不管是膠囊什麼都可以 記得就是濃縮 就是純度比較濃的 純咖啡 黑咖啡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鮮奶 鮮奶你把它加熱 你看 其實就是鮮奶 對 鮮奶 鮮奶鹹怎麼要沾到這樣 對 還要用那個中間 我想說剛剛是在幹嘛 不想讓姐鹹在旁邊 那你做個運動 因為剛吃的巧克力 所以消耗一點熱量 所以你就上下上下的這樣子 來幫她打奶泡 真的可以打奶泡 對 沒錯 打熱的奶泡 對 那我們巧克力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做一點點的那個 處理 來 我們把 你這個是濃縮咖啡嗎 對 濃縮咖啡 加進來之後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的巧克力粉 這是純的可可粉 巧克力粉 然後再把它做一點拌勻 所以你也可以試洗號去加 通常的話 你要60cc的濃縮的話 大概是加15克 然後但是就隨洗號 因為飲食本來就是一種習慣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習慣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鮮奶 你看 是不是很成功 來 餐廳忙就要叫姐姐來 來 陳寧官排泡 然後就把它倒進去我們的 那要倒多少 倒滿嗎 倒到滿就可以了 要拿花嗎 對 直接倒 這樣子很漂亮 然後上面再留在一點巧克力 那有回事耶 對 這樣子就好 超簡單吧 是 超簡單的 我們亮芒的烤布丁超好吃的 對 這小孩一定會瘋掉 真的 它的麵包外皮是焦脆的 對 裡頭是軟嫩的 然後那個軟嫩不是只有布丁香 然後吃到莓果跟巧克力 口感都不一樣 超幸福的 你知道冬天吃這種感覺最幸福 而且你咬下去還有一點點水分 那種酥汁的感覺 而且它水分有層次 因為裡頭的肉比較水 然後外頭的麵包皮比較脆 好好吃喔 廢物可以利用 真的啊 冰箱料理 我這個麵包有時候吃到 或者冰箱凍兩天 你放到冰箱冰久的人覺得 來烤會有冰箱味 所以用這種方式做就好 那假如今天你的朋友來 或者是全部都是大人的話 你的葡萄乾或是蔓越莓乾 你可以泡一點酒 對 然後泡了酒之後再下來烤 那香味又不一樣 就成人版了 你就算朋友來 你把這個端出去 他已經沒想到 你是用冰箱的剩菜做給他吃 我就想說你是去隔壁買的吧 因為這個就是非常的好吃 因為它那個 吸滿了蛋汁 裡面就是這麼柔軟 外面就是這麼香脆 真的太好吃了 想不出來 他的前輩子是聖菜 真的 真的 而且我們亮萌的摩卡 也很厲害 所以這個提供大家一種 另外的喝法 對 沒錯 所以可可粉讓它香濃 對 其實摩卡咖啡 其實是還蠻經典的一道咖啡飲品 就是讓一些比較不敢喝咖啡的人 他喝的時候就比較可以接受 因為它有巧克力的香氣 所以壓了所謂的咖啡的有的為苦 有的是為酸 那這樣喝起來完全都是順的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外面的人 喝這個摩卡咖啡都會偏甜 因為它幾乎就把它喝成巧克力牛奶的感覺 對 可是亮萌這邊它是有巧克力的香 但它其實不甜 對 它就是鮮奶的香 巧克力的香加上咖啡的香 三種香味混在一起 一種另外的摩卡咖啡味 我覺得一點都不甜 但是你絕對不會覺得它不順口 就是非常好喝 非常的滑順 非常的好喝 那最後劉醫師也要給觀眾朋友 一個健康小叮嚀 對 其實我們這個可可是非常健康的 不過特別提醒 家有小朋友的話 有一句話叫過午不時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知道有人喝了酒會臉會紅 有人喝了咖啡心調會非常快 事實上這裡面含的咖啡因量還不少 那簡單講 在一個出生的新生兒來講 我們的咖啡因代謝的半摔期 大概是30個小時 這怎麼講 就是說你吃了咖啡因下去之後 我要花多久的時間代謝了這個咖啡因 那譬如說我們承認來講 大概是3到7個小時 如果你給了小朋友喝了 吃了太多可可的這些 或是巧克力東西的話 它咖啡因在雪中濃度會上升 你下午晚上給它 好像讓它乖乖地吃一次 開黑皮箱 晚上10點11點它不睡覺了 它會很亢奮 而且sugar high 非常快樂 所以這個來講 對一個小朋友來講 要用這個來講 巧克力來紅小朋友特別注意 尤其在那個 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在幼稚園的小朋友 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呼籲大家就是說 巧克力是適當的一個 對健康有益的一個很好的食材 可是在小朋友使用上 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謝謝劉醫師的丁鈴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 今天分享的健康好可可 那也謝謝我們鍾明文 大老遠從屏東墾丁帶上來的 MIT台客台版的這個巧克力 跟可可果跟可可豆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今天的食譜 也會PO在臉書專頁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 下次同一時間 我們準時再見囉 拜拜 謝謝